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2的x1是3 3的y1是4 他要你選出正確的選項 我們看第一小題 x2 好那我們看看x分明多少 我兩邊給他取LOG 就x LOG 2 等於LOG3 好那x就可以算出來了 還是等於多少 LOG2 分之LOG3 他這裡有給你表 這表這個是0.301 LOG2是約等於0.301 LOG3是約等於0.4771 我把它算一下 算一下的話 0.4771 除以0.301 等於 1.585 約等於1.585 他現在說x2 這沒錯 這個選項是對的 再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他說Y Y 它是大於 1.5 2分之3 那Y的話 我讓兩邊給他取LOG 取LOG的話 就是Y LOG3 會等多少 這是2的平方 取LOG的話 是2LOG2 所以我就曉得 Y是等於多少 等於2LOG2 2乘以0.301 除以0.4771 那這邊也頂多少 2乘以0.301 除以0.4771 除以0.4771 等於1 1.26178 大概是1.2618 1.2618 1.2618 那他有沒有大於1.5 沒有 所以這是錯的 再我們看看 這個第3個選項 第3個選項 他說x小於y 那我們看 x是1.5多 y是1.2多 所以應該x大於y才對 不是x小於y 再我們看第4個 第4個 第4個他說 sy等於2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x跟y等於y的話 那我們現在 x乘以y 等於2 他說x乘以y等於6 那我就把x跟y把它乘一下 這x乘以y x乘以y x乘以y 6個3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乘以這個 6個3 除以6個2 再乘以2 6個2 這約掉 6個3跟6個3約掉 所以就得到y 所以就得到sy 等於2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再我們看 他說 第5個 他說x加y 小於2跟2 x加y等於多少 1.585 1.585 加上多少呢 1. 1.2618 加起來約是 2.8468 這約 2.8468 這個2跟2是2乘以 1.414 2.828 很靠近 很靠近 但這個還是比這個大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所以這題答案 應該要選 1跟4 應該要選1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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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跟4 1 1